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柱和C柱上按键式的车门控制 让整台车的科技感和时尚感直接拉满 最后我们来看看车尾 双层结构的贯穿尾灯点亮之后 一体感强 夜间不刺眼 中间断开处承接了后风挡的发光logo 点睛之笔 TX提供三款内饰配色 氛围营造上做足了功课 总长度4670毫米的灯带分布在全车11处区域 质感优秀 仪式感强 全车标配21支扬声器 7.1.4升到支持杜比全行升 总功率达到2160千瓦 中共区域采用了三平左的方案 13寸一板平 16寸中控屏 外加36寸的HUD抬头显示 这很考验厂商对材质的拼接 以及异形显示的功课 中道区域有两个50瓦的无线充电区域 水杯架区做了隐藏式的处理 可调节闭合的杯架 再有环抱固定装置 给设计师加分 极客7S还有一个特别的巧思 值得说一说 电控手套箱 支持密码上锁 空间也很大 最大可以容纳15寸的笔记本收纳 7X这一被称之为 Sofari电动组合插发 四座科技平权 均支持加热通风按摩功能 还有独立调节的腿托 后排座椅背靠 更是最大可调节到134度 配合后排的老板件 以及腿托 可以实现MPV航空座椅般的 书想模式 顶配的版本 有后排小桌板和13寸后排屏幕 通过OTA升级之后 屏幕还可以追踪眼球的焦点 自动调节观看的角度 在隐私和遮阳需求上 极客7S上 配备了行业内少有的电幕物理电动遮阳帘 以及后排侧窗电动遮阳帘 基于无边框车门提供的侧窗遮阳电动帘车型 我记得上一个案例应该是麦莎拉丽的总裁 说到了储物 极客7S全车提供了32处的储物空间设计 后备箱在复位状态下 可以储物616升 两段式的隐藏储物设计很有新意 一段深度很深 可以搬运超高的物品 第二段的翻折盖板 可以容纳扁平化的运输物 通过右侧面板的按钮 我们可以得知7S是配备空旋的车型 可以独立调节后轮悬架高度 此外后备箱还集成了12伏点烟器 和220伏三项插座的供电 极客7S不仅拥有出色的后备箱储物 前备箱也有储物规划 四驱的版本提供了44升空间 后驱的版本提供了62升空间 通过一刻下午的静态品鉴的 我们可以极客7S的车 产生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很多配置都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我觉得在我看来 7S的X代表了各种可能 首先是什么可能呢 是四座科技同权的可能 第二是AI加持的可能 第三是各种存储空间 扩展组合的可能 7S还能带给我们什么更多的可能呢 9月20号7S全球上市 我们近看发布会上 还有更多惊喜的什么 欢迎收看小杨拍照棒 我们下期见